话说美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采取了一连串的制裁 甚至连阿猫阿狗大树小草都被连带制裁的地步 这快一个月了 那美西方赚到便宜了吗 还真没有 而且这次还吃了大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昨天普京宣布 之前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在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时候 只能用卢布结算了 不友好的国家有哪些 上榜的主要是欧盟国家 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 还包括台湾地区 此言一出 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全都坐不住了 紧跟着 卢布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的价格 直接大涨了5.6% 收盘时大涨10%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是暴涨34% 这叫什么 一根大阳线 是千军万马来相间 就这一招让西方前面所有的制裁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那普京这一举动到底会对欧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同样是天然气 中国抓住机会向欧洲卖了一批美国富含民主自由的天然气 赚了一大笔小钱钱 你敢信吗 今天咱们好好盘盘里面的道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咱先说制裁这事啊 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制裁 如果想直接打击一个国家 最直接的就是让你拿不到生活必需品 而俄罗斯本身又有粮又有燃料 饿不死动不死 西方的制裁就是用尽所有的办法 让你这燃料卖不出去而已 还记得之前俄罗斯直接被踢出了swift结算系统吗 但是这里面他还留个后门 说不禁止俄罗斯油气贸易 从这开始其实就输了 到底谁需要谁 很明显是欧洲需要俄罗斯啊 当时刚开战的时候 由于国际资本恐慌性的抛售卢布 造成了卢布的大跌 美元对卢布最高达到了1比154 非常惊人 但是现在已经跌回了1比95了 昨天因为普京的一句话 美元对卢布是大跌10% 很简单的道理啊 现在只能用卢布来结算天然气了 那你们是不是得把卢布买回来呀 啊 买家你买我买他也买 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俄罗斯这招起有点小绝户啊 因为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 它是钢区 现在只能用卢布结算 那就必须要在国库里面储备一定的卢布 用来支付天然气的货款 那你国库里面放了这么多的卢布 你还希望卢布暴跌吗 肯定不希望啊 所以普京这一招啊 就把欧洲国家的利益和俄罗斯进行了绑定 现在最惨的就是欧盟了 利益受损 政治正确也玩不下去了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影响 整个欧洲都用卢布和俄罗斯交易天然气和石油 你美元的影响力是不是在欧洲就玩犊子了 而且更绝户的是啊 沙特前几天有放出来消息了 说沙特对中国的石油买卖也要用人民币结算了 这让美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的下降 我前面视频也说过了 乌克兰危机让美国内部的一小撮利益集团 赚到了眼前的短期利益 但是却让美国输掉了未来 美国的长期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西方国家这不是把俄罗斯的境外资产 跟外汇储备全都给冻结了吗 俄罗斯一开始说 我现在还不了你们的债务了啊 因为我被你们制裁了 然后又过了几天 俄罗斯竟然宣布用自己被冻结的资产 偿还了欧美的债务 这招可太绝了啊 反正我还钱了 你收不到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去找美国政府算账去吧啊 远有头债有主 出门又转是美国政府 要知道这些债务很多都是通过欧美的银行进行结算的 前几天有消息称 花旗银行方面处理了俄罗斯债券 1.17亿美元的利息支付 要知道啊 因为俄罗斯被踢出了swift的系统 这笔利息应该是无法支付的 但是花旗银行却说哎 你们支付成功了 这不是自己啪啪打自己的脸吗 有钱不让收 那你怎么办 这叫什么 王不退房 扁不住了 这等于是银行的资本家跟他们的政府打起来了 俄罗斯要付钱 他们政府说你不能收俄罗斯的钱 结果银行资本家不干了 直接跟政府打起来了 这真是绝了啊 咱们可得好好学着 以后解放台湾的时候那都用得着的事 话说回来啊 欧盟实在是离不开俄罗斯 因为欧盟国家有一半以上的能源产品都必须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俄罗斯提供了41%的天然气 46%的煤炭 还有超过30%的石油 而欧盟国家里面本身差异也非常大 像德国有超过55%的天然气都必须要从俄罗斯购买 现在北溪二号线也停了 其实倒霉的不是俄罗斯 而是德国呀 当初要制裁的时候 其实欧盟里面的一些国家就表示接受不了 保加利亚当时说 我们支持一切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油气禁令除外 保加利亚的总理就说 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 听听多可怜呢 从俄罗斯宣布卢布结算油气资源之后 欧盟的领导人们全都沉默了 乌克兰跳出来了 谴责俄罗斯在发动经济战争 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啊 就那个鸡血哥 30岁楚头背忙 那个哥们背表 他说这是一场关键的经济战 西方必须集体打赢这场战争 我估计啊 德国总理听到这话 恨的把他嘴给他封上 你快给我闭嘴少说两句 别添乱了 如果西方国家拒绝支付卢布 那俄罗斯就不供气 就这么简单的事 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啊 天然气它是刚需 如果没有俄罗斯油气供应 那全球的油价天然气价格还会继续飙涨 最后倒霉的还是欧盟成员 普京这一招啊 其实之前就有计划了 早几年前俄罗斯就在去美元化 后来又加速减少对外汇的依赖 而俄罗斯手里又握着欧盟必须的资源 这其实就已经开始打破全球美元 欧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了 谁发起脱钩的 美西方啊 谁把俄罗斯剔除支付体系的 还是美西方啊 那谁又必须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呢 还是美西方你说这咋整呢 直接发动战争你过去墙去 你又不敢 出兵帮乌克兰都不敢 更别提侵略俄罗斯了 现在的美西方那是锅中无弥 难做饭 寡妇无狼难生挖 她是难上加难呢 从美西方实施制裁之后啊 俄罗斯方面也确实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啊 欧盟也一样啊 真的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五万 确实是没占到太多的便宜 而且还动摇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还有货币体系 实在是不划算 现在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未来啊 就跟美国现在那些当权的老头老太太一样 什么拜登啊 佩洛西啊 那土都埋到脑门以上的人了 这帮人就是捞利益 只要美帝国主义没在自己任内崩塌 那他就是玉皇大帝拉戏 谢天谢地了 另外还有个事 天然气跟天然气它有区别呢 咱们看来它没区别 对吧 都是那个气啊 但是欧洲那帮老爷们 他可不这么认为 俄罗斯的天然气那是极权独裁的 美国的天然气那就是好棒棒 民主自由的 既然你脑子都那么残了 那就别怪我们兔子不客气了啊 彭博社在这周出有一篇报道 说中国呀把一批美国购买的液化天然气 直接转手卖给了欧洲 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利润 彭博社评论说 这是全球最大的买家 中国做出的非常异常罕见的举动 报道称 中石油旗下的贸易公司联合石化 通过招标向欧洲港口出售了 至少三批液化天然气 而且这些液化天然气是直接从美国的能源公司 路易斯安那州直接出口就运过去的 也就是说呀 欧洲拒绝俄罗斯不民主的天然气 但是俄罗斯通过长期协议 把天然气打折卖给了中国 而中国直接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替代了之前进口的美国天然气 直接加价卖给了欧洲老爷们 据说这一单他就含泪猛赚欧洲老爷十几个亿 看见了吗 这才叫专业 美国卖了高价 俄罗斯摆脱制裁获得市场 中国作为中间商赚了差价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说到这儿 估计欧洲老爷们眼泪都要下来了 一个月下来只能仰天长笑 卧槽到底谁制裁谁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中国不是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的 为什么要买美国的天然气 怪贵的 这就得提到当年老贝比跟中国打贸易战的事了 美国的商务部长当年就说 要强迫中国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中美两国在谈判桌上 因为天然气购买这个事扯批了两年多 在美国大选期间 川普为了连任就赶快进行了让步 而中国方面也让了一步 所以当时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里面 主要就是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 还有一部分天然气 不过当时天然气的价格还在低位呢 中国本身又不缺天然气 正好这时候欧洲缺了 所以才有了这些交易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也不用费劲运中国来了 直接到欧洲卸货去吧 差价我兔子先赚走了啊 直接就搭卡里了 真是没想到啊 当时被迫低价购买的美国天然气 一下就成为了欧洲老爷的救命稻草了 那我们就只能被迫大赚一笔小钱钱了 跟欧洲的严重缺气相比啊 咱们中国的天然气储备是全球第一的 赋予到根本用不完 我之前听经济之声专门介绍过咱们的天然气储存 咱们现在中国啊 储气设备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咱们就在沙漠地带大量建造天然气气库 简单来说的原理啊 里面有两种 把买来的天然气直接灌入到原本的地下气藏中 还有一种啊 就是人造的高密度密封结构体 这样就让天然气无法和空气混合 还能保障天然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会产生泄露 俄罗斯那边一开阀门 咱们这边直接灌地下了 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方便太多了 那玩意儿还得先冷冻液化 再用船运过来 又贵又慢 但是欧洲人喜欢民主自由的东西 那就直接卖过去呗 现在据说呀 中国的油气企业在十月份之前 要向欧洲卖出五十船左右的美国民主自由天然气 据说是能赚四百来个亿吧 这可不是小钱啊 去年俄罗斯全年的天然气出口营收才五百多亿美元 哎呀 还是骑驴赚钱爽啊 哎呀 这国运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钱咔咔往口袋里飞 想不收都不行啊 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的事 对吧 我估计美国人是做梦都没想到 本来自己的高价天然气 觉得卖给中国占便宜了 结果兔子直接转手赚了一笔暴力 哎呦 太深操作了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